嗨,我是寶可夢 江蘭銀行推出了新的信用卡 噔噔 这个卡片它的权益到底如何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 江蘭银行跟赵峰合推的联名卡 有两大优惠 第一个是指定通路11%回馈 第二个是分时一期零利率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拿到这个优惠 赶快来往下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它虽然说是亮面 但是呢 它这边呢 做的其实蛮有这个设计感的 这个江蘭的中间呢 这边是一个 类似像铜钱一样的一个铜币 那上面其实就是江跟蓝 把它用这个灰色跟黄色来做这个设计 那它的卡的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直立式的设计 蛮干净整洁的 接下来呢 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产品权益的部分 第一个呢 是11%的现金回馈 一般消费1%现金回馈无上限 第二个呢 是指定通路有10%的回馈 指定的通路有哪些 有外送影音游戏跟共享租车平台 想加码10%的现金回馈 那这个呢 就是最大的亮点啦 不过呢 它官网有写到 仅限赵峰银行全新卡 来享有这个11%的现金回馈 如果你是2021年1月1号之后 有申请赵峰卡 或者是本身就有赵峰信用卡的话呢 那么你就是救护 所以说这个优惠你就吃不到了 比较可惜 那它这次的外送平台有哪些呢 有Foolpanda UberEats 影音的部分呢 游戏的部分有App Store Google Play 任天堂 PlayStation跟Xbox 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很耳熟能详 也很常去使用的通路 共享租车平台的话呢 有iRent GoShare Remote Scooter 这四大通路 每个月呢 刷2000块内有11%回馈 超过的部分就剩下一%回馈 第二个好康呢 是刷卡购物最高享 1170利率 活动期间是2023年的12月17号到2024年的6月30号 你的刷卡购物最高分11期0利率呢 只要单笔消费满3000元 可以分3期6期9期11期 或者是不分期的这个自由选 那分期呢 就免手续费 然后不分期就拿回馈 它的申办方式很简单 你可以在赵峰银行的网络银行来做设定 或者是打电话 请赵峰银行的客服来帮你做设定 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张卡片呢 它的两大优惠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第一个呢 就是刷卡有11%回馈 第二个是分11期0利率 两者折一 如果你是赵峰救护的话呢 就拿不到这个10%加码 比较可惜一点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新户新卡礼的部分 第一个 将来银行提供的是设定扣角礼 如果你是新户来申办卡片 请你先开户 再来申请信用卡 就符合这个资格了 别忘了 要自动扣角这个联名卡的卡费 才能够拿到7-11的500元的现金抵用券 那如果你在12月27号以前 已经持有将来账户的话 那么你在2024年6月30号以前 来设定好联名卡的自动扣角 你就可以拿到小期200元 所以它的新救护的分界点 是12月17号 请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将来银行提供的是设定扣款礼 这个设定扣款礼呢 就是满5000元 你可以拿到一张80元的抵用券 如果你当月刷卡满1万元 你可以拿到的是两张80元的抵用券 12月17号到6月30号 活动期间里面呢 办理自动扣角联名卡账单成功后 你的连续三个月内的账单呢 都可以拿到满额里 满5000块钱呢 就送你80元抵用券 满1万块钱呢 就送你两张80元的抵用券 连续三个月 最高就是刷3万块钱 然后你可以拿到480元的回馈 再来呢是赵峰银行提供的城市机能双肩背包一个 如果你平常上下班都需要背一个背包的话呢 现在申请 那么刷3000元呢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城市机能双肩背包 它的市价是1000元 需要注意这个双肩背包呢 只限新卡有才能够拿到啦 所以是2021年1月1号以后呢 没有申请过赵峰的任何一张信用卡者 现在来跟团申办 就可以拿到这个双肩背包了 好来帮大家做一个懒人包的整理 如果你是赵峰新户加将来新户 你可以拿到最高1980元的回馈 这边有写到扣款里500 然后呢扣角里480 还有背包1000块钱 加起来是1980 那如果你是赵峰救护的话呢 那你只能够拿到这个扣角里500 跟扣款里480 就是980元 如果你是将来银行的救护 但是你是赵峰的新户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的是扣角里200 加上扣款里480 还有一个后背包 加起来是1680元的现金 如果你本身有赵峰卡了 你也是将来的救护 那么你能够拿到的 就是扣角里200 跟扣款里480 加起来最高有680元的回馈 如何申请赵峰将来联名卡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哦 你只要先开户之后呢 就可以在APP里面来做申请了 它的办卡步骤有三个 第一个请你先开户 开户需要准备身份证跟第二证件 像驾照、健保卡 或是中华民国护照 跟他行零贵开利的一般账户 就可以开启将来银行的账户咯 第二个办卡的部分 打开将来银行的APP 点选账户中的联名卡 就可以立即申办了 第三个绑定 请你申办完成之后呢 回来将来银行的APP 将信用卡设定成 每月自动扣角联名卡的卡费 那么就完成咯 本团呢当然也要来做加码咯 我们的MGN加码就是走半年啦 我们的MGN加码分为就是 跟团开户跟跟团办卡 如果你是一般成员的话 跟团开户送你100 优优班送200 基础班送300 依据会员等级来做的加码 那如果你已经有开户之后呢 接下来在APP里面申请 我就当作你是跟团办卡的 这个是限定跟团开户的人 才能够拿到的 一般成员多50 优优班多100 基础班多200 如果你是一般成员的话呢 先跟团开户可以拿到100 再来跟团办卡可以拿到50 所以最高呢 就是拿到150元的加码 如果你是优优班成员的话呢 先跟团开户可以拿到200 然后跟团办卡可以拿到100 最高呢就是300 如果你本身是基础班成员的话呢 先跟团开户可以拿300 再跟团办卡可以拿200 最高呢就是拿到500元的回馈 这边呢有这个相关的活动资讯 活动情节是2023年的12月27号 到2024年的6月30号 一般成员上策100 优优班200 基础班300 将来银行虽然只给推荐人一个200恩典而已 但是本团呢真的是互利共享 而且还要把好康全部回馈给最忠实的粉丝 信用卡的部分没有MGM 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回馈 给所有愿意跟团上策的朋友 只要右边的QR Code扫下去 就可以开始开户 开完户之后呢 一般成员可以领50 优优班领100 基础班领200 就是这么简单 结论 将来银行推出来的这张信用卡呢 我个人觉得对新库特别的友善 如果你是新库的话 最高有11%的回馈 活动期间呢 至少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走 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办下来 然后可以绑在这个美食外送平台 像Uber Eats Fu Panda 有11%回馈 甚至比他们官方的联名卡给的还要高 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一点 也希望2024年的下半年呢 这个信用卡的权益更新呢 可以更新的更佛心 更好一点 大家就会更乐意的去使用这张卡片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